它直接在鴨巷就附近有一棟包棟民宿 用最客觀 最公正的角度來敲 吃了一個門櫃 Oh my God 酒麵是海莉的狂粉嗎 欸 是 它是 好不好 嗨 大家好 我是海莉 歡迎來到海莉的飯店挑剔系列 很多人想說趁現在是逼貴率低 西家代券要來日本玩 想找一個 不會喬到別人的住宿 又可以有自己的空間 說不定好一間 合家歡樂 娛樂室 有沒有包棟民宿 欸 我的老熟人 酒麵哥 它直接在鴨巷就附近有一棟包棟民宿 所以我今天 會用最客觀 最公正的角度來敲 好的 不好的 我都拍給大家看了好不好 京城義州站出來 然後它上面Google Maps是寫說 走路到它的民宿要8分鐘 欸 有一小段 然後我們就沿途看一下 這8分鐘會不會很難熬 出戰餃子王醬 這個不錯 這個有小小加分到 它是營業到晚上10點半 日本很多店家 它都可能8 9點就關門 搭電車回來10點多 還吃得到 這不錯 餃子王醬過來 走過馬路 正對面 它是伊藤洋華行 裡面 你要買的所有東西都有 所以超級方便 這棟伊藤洋華行給我的感覺 比較像是在地人在逛的 比較少觀光客 另外一隻超市 我好興奮啊 便當價格很可以耶 像這個是魚肉的大概是100塊台幣 這個80塊 100塊 這很可以耶 這種茶類在外面可能投幣機啊 或是在Seven賣大概160 10塊日幣 都來超市 然後78 我覺得這一間超市它真的超厲害 它的熟食區很多 甚至Sashimi區 台幣200塊 這麼漂亮 又有干貝 又有鮭魚卵 然後我們這次是住包洞民宿嘛 理所當然 它要有廚房 所以如果你們家剛好有一個 行政大廚很會煮飯的人 來這個超市 然後來採買 一個 98塊日幣 等於一張一袋 台幣20塊 20塊 20塊 這個大衝耶 剛好住到有一個 有廚房的民宿來超市採買 然後回去料理 應該是蠻不錯的一個體驗 如果大家剛好是三月多來 這是草莓的旺季 好漂亮 你看 台幣100多塊 這好滿漂亮的日本草莓 好爽 你們看 我買了四盒草莓 爽 走路這邊還有麥當勞 然後還有全家 現在還有Pachingo 可以打Pachingo 我剛剛搭的是金城益州線 然後從它的出口 這樣走出來 那其實我發現 這裡還有另一個更近的 它是益州 東口 金城益州 跟益州是兩個不一樣的 那個鐵路運營商 所以大家要特別注意 益州這邊 它自己整棟 也是有蠻多吃的喝的 然後今天下雨 大家看到前面 灰蒙蒙的那一根 就是晴空塔了 我昨天其實就入住了 昨天看起來超級清楚 然後我昨天從那個 金城益州線出來 因為我是拖著行李嘛 所以我是搭計程車 到Joman House Joman的民宿 然後計程車 它是大概600塊日幣 然後因為我是夜間 所以夜間加成 再加400塊日幣 所以大概花1000塊日幣 台幣210左右 車程10分鐘之內 所以我建議大家 如果你們要去住Joman House 去跟回拖著行李 那兩趟可以搭計程車 反正台幣210左右 我覺得還能接受 關進來這邊 就比較多是居民區了 所以入住前 他們的管家 都有特別提醒說 希望大家就是不要深夜入住 不然拖著那個行李箱 用走的空 一整路 可能會吵到別人 從剛剛我拍的那個 一周站東口 走出來要走到Joman House 大概是走4分鐘 我覺得5分鐘內 都還在合理範圍內 要來真的挑挑樓 不知道為什麼 Joman House 它的Google地標 永遠都標在不對的位置 我就到了導航走過來 我就找不到它的大門 然後又繞一圈 Joman自己入住的時候 他也有想過這件事 然後我實際來 真的 然後我連設計程車 二色的那個停號點 他也停在這裡 哇 那門在那 其實算好認啦 可是你要繞一下 熟悉一下 坐到第二天就OK了 來 請進 裡面都是以白色系為主 他弄得蠻漂亮 然後這裡有一個打卡點 Joman House 押仕上 押仕上就是壓上 所以可以看到 Joman House 它是在一個住宅區的 中間的這塊土地 蛤 那個洞具這麼近 可以被隔壁炒到 我老實說我已經入住了 我覺得啦 我沒有被炒到 以智門玄關這裡就一個落成區 我們一般 室外鞋採的地方是磁磚地 一上來 它有個比較高階 木頭地 因為它是包洞的 一整洞 每次直接在一堵客人 它預設 你就是有這麼多人入住 所以拖鞋給超多 算OK喔 皮革的 皮質的 我覺得啦 因為它最近才新開 可能用不到三個月 入住的人數還沒到那麼多 所以東西維護也還算不錯 但是 我自己更期待 看有沒有可以給我 黏洗紙拖鞋 啊給客人 看他們要用或不用 至少多一個選擇 它一樓這裡的配置比較特別 它一樓就直接是一個房間跟一個廁所 然後一進門左邊是房間 右邊我想說 怎樣這是寻寶寶寶寶 我就做前有檢查 清潔度很OK 然後洗手台是很日式的 上完廁所沖水 這裡就可以洗手 我跟大家講 我在這個旁邊的時候 我也是 那個買 有洗手台又洗衣機 沒有洗澡的地方 結果發現在門後 門後邊有洞天了 它這個洗澡有一個全尺寸浴缸 這一點真的給善 還配置了一個很像日本泡溫泉 坐著沖洗身體區 它的備品其實跟我最近去住的 那個三井花園飯店 弄一樣的備品是這個 偷辣的 然後我昨天實際在這裡沖澡的時候 我發現它的熱水來的很快 然後水流充足 直接示範給大家看 水量 水勢 是OK的 熱水大概10秒到15秒 就可以到你設定的溫度 洗衣機也是全新的 SHOP的 而且我還發現 這裡連洗衣精豆腐 然後洗手台的部分 這個也算是蠻寬的 它洗手台這個鏡子 其實就真的是日本當地人 他們在家裡會裝的鏡子 它把一些儲物空間放在鏡子後面 然後這裡直接有一個美妝燈 在這裡化妝漂亮 連鼻子甲都有 它是不是JOMEN自己的 都忘了帶回去 然後還有一個東西 BIZEN 日本限定櫻花粉 我真的必須給單 這個很不錯 一怪是設備控 MENG 然後它這個樓梯 比較小 比較窄 比較陡 所以如果你們家是有 比較行動不方便的長輩 可能要特別注意 我們一般人 小朋友應該還算OK 二樓它是一個比較半開放空間 你看這個中島 好漂亮 這是我的夢想耶 水槽也超大 在這裡洗草莓 好棒 它有三個明火 瓦斯爐 然後抽風機 所以非常完整 重點是你看後面 好漂亮 好兇買喔 百慕達 這一些百慕達家店 在台灣的價格 這個烤箱 七八千 微波烤箱在台灣 白要冷饅頭 然後上面還有一個 相應的飯鍋 所以是真的可以在這裡 好好的煮一頓飯 然後看一下它的備品 為什麼 橄欖油 紅糖白糖 不同咖啡 不同茶 可以用的 醬油 很不錯喔 第一次看到可能飯店會做出褲 醬油 沒想到Joman 這個大直男 也有這個貼心的一面嗎 蠻有誠意的喔 這邊要寫給讚喔 然後他們入座的時候 管家有特別講說 這一間民宿 它的垃圾分類必須非常明確 它有直接規劃三個空間 讓你可以好好丟垃圾 這一點也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我們如果都要來入座 就配合一下 我跟大家分享 這個必須買 有點離題了 大家如果在Seven 買到這個 藍木葡萄的餅乾 它裡面有三入 然後這大概300塊日幣 就60幾塊70塊台幣 超級好吃 是高級的味道 冰箱全尺寸 欸不是 它這冰箱有什麼牌子 很漂亮喔 跟它的裡面 內裝超搭 洗手台正下方 完整的煮菜工具 洗菜工具 你要連洗手的都有 啊這是洗碗機 對不對 天啊 這是我夢想中廚房的樣子耶 你真的在這裡煮完菜 用它的盤子 用它的東西 沖洗一下 放進洗碗機 幫你洗好 然後廚房這裡 正對面有一個餐桌 圓形的 這應該可以坐到四五個人 然後過來就是我最喜歡的 是客廳耶 客廳不大 我覺得頂多坐個六個人 七個人會買 可是它的這個 沙發 舒服 然後這裡有一個 蠻重要的配備 它有地暖 所以地板上是溫溫熱熱的 所以坐地板上 反而還比較溫暖 然後我跟大家講 JOMEN 它這裡的Wi-Fi 超級快 我現在工作拍攝嘛 我要傳檔案素材 我們那個影片素材 它動輒了好幾G 很多時候 我如果在網速慢的飯店 我要傳一本的網上 這裡網速非常快 我們台灣人 被那個網速關話的人 來這會覺得 很不錯 還有一個超大的Sony Bravia 它裡面就有內建 YouTube Netflix 可以看影片的各種程式 所以我就開YouTube 然後輪播我的影片 我要把這裡的演算法 洗成 徐海麗粉絲導向 現在全部 都在播我的影片 以後入住的人打開YouTube 會想說 OMG JOMEN是海麗的狂粉嗎 欸是 它是 好不好 然後這邊就是我剛剛講的 他們其實算蠻貼心的 做了一本教學手冊 中 英 日 三種語言 全部都跟你講得清清楚楚 然後你看各種配備 各種遙控器 電器 不然其實上面很多日文 很多時候我們都亂按 然後它一層的空間其實不算大 二樓就是廚房 餐廳跟客廳 然後我們要再繼續做的話 要往上到三樓 然後它的樓梯 我剛剛講說有扶手之外 其實這裡也有貼防花條 跟防撞條 蠻貼心的啦 三樓是兩個房間跟一個廁所 就是有個碼頭 所以變成說你洗澡 大家都要去一樓洗 然後洗完再上來 可是我覺得它房間 這裡算是蠻簡單的 一個乳白色系無印封 所以東西弄起來是蠻舒服的 它的床墊是中間偏軟的 你躺下去會陷進去那種感覺 剛剛看的四角 它沒有標記牌子 但可以看得出來 非常的細 欸 枕頭也是一個人給兩個枕頭 一個是比較滷膠枕的 另一個是比較Q 然後頭上就有一個Panasonic的小冷氣 它其實也可以供暖 所以冷暖氣也都OK 然後我那時候入住的時候 我想說這個櫃子就大不了了 掛兩件衣服差不多小巧人 結果我發現 這是以真的實際要入住的方式來設計 櫃子很大捏 這是很深的櫃子耶 它的衣架也算給的蠻充足的 然後這是其中一個房間 然後我必須說它的房間的風格會比較隱致 所以其實會大同小異 這一間比較特別的是它多了一個小路台 所以小陽台可以看到這邊的風景 然後主要都是看其他居民樓 窗戶啊 隔音效果不錯 跟防冷的效果也算不錯 所以我隔起來其實幾乎聽不到外面的雨聲 頂樓這邊就有個超大的路台 而且他們算貼心 我們原本在一樓穿的這個室內拖 我在頂樓會換成防水的室外拖 頂樓真的是一個戶外的露台 所以如果下雨天就會很可惜 所以我看一下明天看有沒有 不要下雨我趕快拍給你們看 我跟大家講 我剛在這個洗手盆這邊 洗草莓吃草莓 今天很開心 我就想說 我想好好來瞭解一下它的廚房 發現這裡可以有洞天 這是可以吃的嗎 打電話問Man哥 問房子的主人 問能不能吃 請問是Jerman House屋主嗎 嗨 你好你好我是Jerman 你幹嘛都不熟啊 請問你們二樓廚房後面 就是百慕達電信櫃 上面有一整櫃都是 泡麵的是可以吃的嗎 可以啊當然啊 那原本是常態性就放熱了嗎 那個就是立任房客留下來的啊 吃不完 所以如果是其他一般房客來住 打開這個櫃子裡面有東西 就是代表可以吃 理論上是 沒特別講他們應該也不敢吃 我才想說打電話來幫大家謀福利啊 如果有看到這部影片的人 上面的那個都蛋白粉 那邊是Jerman的 啊下面這邊是我們自己可以吃的東西 那我想問一下Jerman House屋主 如果一般人來入住Jerman House 你最推薦他體驗的空間 你有沒有最推薦哪個地方 已經是頂樓的啊 現在繼續問多少 我現在下雨 因為我們頂樓還連得到我家Wi-Fi 你交到貨的籌款 下次見台灣店 掰掰 台灣店 我提供一個超好吃的藍木葡萄餅 這樣我就拿走囉 天氣終於放晴了 我們來看一下Jerman最引以為傲的陽台 這個陽台真的真的超級棒 晚上待在這 然後涼涼的風看著晴空塔 尤其晴空塔 它晚上會有燈光秀 一直有燈光變化 其實白天也是日本的空氣 非常非常的新鮮 非常非常的舒服 我自己覺得這個空間真的很棒 而且他們還特別小小的規劃了一下 包含說這種防水的桌子 防水椅子 小燈具 可以讓它這裡變得很有氛圍感 Jerman House是給我一個想像 如果我們真的生活在東京 生活在日本 有這樣的一個房子 是怎麼樣一個感覺 跟我以往住飯店 我覺得是完全不一樣的感受 好 最後我已經check out Jerman House了 住了三天兩夜 有一些新的分享給你們 我覺得啦 有兩類人 你千萬不要來住Jerman House 第一 就是你的旅遊成員裡面 有長輩 不方便的人 我覺得這裡它的樓梯算多 而且偏東 還有第二種就是你出來玩 你每天都在期待飯店早餐的人 它又是蠢民宿嘛 所以你所有的東西都要自住自備的 然後其他的部分 我其實蠻滿意的 我蠻喜歡的 尤其這一區也比較安靜 都是住宅區 前面就是滅那種單行道的小馬路 所以不會有大車也不會吵 所以晚上入住的時候 我是覺得蠻安靜的蠻舒適的 然後它這個民宿啊 因為一棟 它有三房一廳一位一陽台 然後一廚房 然後一客廳這一些 它一棟一次直接帶一組客人 所以如果你這組客人人很少 你一個人 兩個人 這樣來住 我覺得不是不可以 很奢侈 你OK就OK 當然我覺得人多來餐會更划算 然後如果你喜歡這一系列的 飯店調剔影片 拜託幫我按個讚 也別忘了訂閱 我是海莉 我每一座留言都會看 大家掰掰